大家好,我是赵先生, 今天我们一起来到大围, 这里是大围的围坊, 这里是三楼L3, 我们准备会试下这家家上海, 这家餐厅是吃上海的, 我们进去试食好不好吃, 稍后跟大家报告,跟着我来吧。 我们进来坐下了,这家家上海, 我们一进来就问我们叫什么茶, 我们叫了个人心乌鲁, 还有其他茶, 譬如铁观音,龙井等等, 这里有个餐牌, 是一些素菜类的菜式, 跟着有个菜式, 都很厚的, 这里是可以QR code手机落单的, 我们待会试食再跟大家报告, 这家是人心乌鲁, 他用茶袋进入住, 这个是人心乌鲁, 另外有一盒水, 这个糊都很特别, 我试试一下这个人心乌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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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试试味都挺出, 整体都挺清香的, 但人心味就少了些, 但我觉得不错的, 挺热入口,挺清純的, 这个是肉丝两面黄, 很大碟, 跟着一个红色的醋, 应该是, 这个是肉丝两面黄, 很多肉丝, 很多狗黄, 链汁打在面上, 这个是肉丝两面黄, 就是炒面, 炸面, 底部就是一个炸面饼, 那我们一会儿试试, 好不好吃? 我试试这个肉丝两面, 其实就是外面的肉丝炸面, 就是炸面, 给些肉丝, 给些狗黄, 试试吃, 好不好吃? 一口味很香, 很嫩的, 都没有渣, 面都很脆, 很脆, 就算汁那么多, 都很香, 都没有在整名大, 那个炸面都很脆, 都很脆, 那我们的献汁就不会很浓, 淡淡地真, 刚刚好, 又不会太咸, 遮阻其他味道, 肉丝都很滑, 这个面整体不错, 挺清, 挺好吃的, 那我试试加点醋, 这个红葱就不是很鲜, 很大股的味道, 微微酸, 那加了下去, 有点酸味, 那有些人喜欢是下酥食的, 但是我自己就, 喜欢吃原味多些, 那两个选择都可以, 这个是这间店的人气第二位, 脆煎灌汤小笼包, 那它是铁板上的, 来到都很热的, 那配一个姜丝的醋, 那这个是有五件的脆煎灌汤小笼包, 那看来都比正常的小笼包大一点那么多, 那这个是金牌小笼包, 那这个有六件的, 那这个都是比平时的小笼包大一点, 那都是配一个姜丝的醋, 那我们可以比较一下, 因为刚刚他们两个一起来的, 那大家看看, 一个是六件的蒸的金牌小笼包, 一个是翠煎灌汤小笼包, 一个六件一个五件, 那尺寸其实都是一样的, 不过只不过是铁板上, 还有一个是蒸的, 那我们本身很喜欢吃小笼包的, 所以就两盘都叫啦, 我试了这个, 人气第二位的, 脆煎灌汤小笼包, 不过它黏得很实, 所以它给这个样子刮, 而且爆汁, 因为它黏得很实, 所以有爆汁的情况, 这个是漏了些汁, 那我先试试吧, 那形形会有很多汁, 好汁,好汁的, 它的皮就不算很脆, 微脆, 但是肉味很浓, 汤汁也很好吃, 那它的底部是会脆一点, 那也挺特别, 那这个脆脆小笼包, OK啊,不错吧, 我试试这个蒸汁小笼包, 那我试试原味先啦, 那里面有一点点, 我先也用他的汁, 现在用汁, 那它不太浓的, 浓的, 轻轻的, 很容易入口, 很香的, 很容易入口, 很香的, 那它腿的皮上也很均稍, 但很薄, 很薄的, 那皮上, 我現在吃夠薄 肉是挺容易的肉味 這個蒸的小籠包都不錯 如果兩個覺得這個脆煎小籠包 就有一點脆口煎 這個覺得會特別少少 好吃少少 這個是甜品 流沙奶王千層酥 這個甜品是必點的 我們看看它是怎樣 類似平時吃的蘿蔔絲酥餅 但它的餡是流沙餡 有三件 這個就比較細少少 我們試一下好不好吃 我試一下這個流沙奶王千層酥 裡面很熱的 我第一口還未吃到的餡 吃了高皮 都很香脆鬆脆 我試一下餡 流沙是爆出來的 而且都很熱 這個流沙很爽 但味道很爽 有流沙加上這個蛋黃 挺香的 這個做起來我覺得挺好吃 甜的 我們吃完這間加上海出來 這間加上海是吃上海的 有很多傳統的上海食 我們吃了幾款不同的食物 包括有脆煎小籠包 有蒸的小籠包 叫了一個肉絲炒麵 即是霜麵王 另外叫了一個甜品 是一個酥皮的流沙酥皮酥 我覺得幾樣的食物都不錯的 挺好吃的 甜鹹色中又不會太甜 或者很鹹 我覺得這間上海的食物都很傳統 很好味 我覺得不錯的 如果大家有機會可以試一下 今天和大家出來大圍的維科 吃這間加上海又差不多了 希望大家會喜歡 如果大家喜歡這部影片記得按個like 可以在下面留言我們大家一起分享 最重要的是大家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記得拜點訂閱我的頻道 記得拜點訂閱我的頻道 有你的超市頻道會很重要 我們下部影片再見 拜拜 歡迎大家訂閱我的頻道 瀏覽我最新的影片 和之前拍的影片 多謝大家收看